三個人 官員 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eyes 哪邊的 eyes 好啦 上一堂 各位開始簡單的把電路做個介紹 那我接下來介紹一個電路系統 這個電路系統沒問題吧 這是一個電壓 電壓可以使用讓電可以流動的能力 電壓提供讓電可以流動的能力 官員你張開 你剛剛是沒有張開的嗎 電壓提供電流流動的能力 電阻基本上會消耗電流 他把電能力給消耗掉 為什麼沒有電阻 電阻可能要做工 電流拿去做工 電阻的位置就是做工的位置 讓他把工做掉 所以把能力給耗掉 基本上你說什麼地方會有電阻 基本上都有電線 就算這條線沒有 整條線就是電阻 整條線就是電阻 那電阻 大或小怎麼決定 通常這什麼有關 跟材料什麼有關 材料不是有關 材料不是有關 但是物質影響很小 這是一條導線 這是一條導線 通常材質 假設都是銅 你們想一下 是細的線電子比較大 還是粗的線電子比較大 這是我反而覺得 我猜的是 細的吧 細的 因為我們電流是指截面積 截面積越大 我可以流通常電流越多 細的線你可以想像是細的線 這是粗的線 粗的線反正是十條細的線 應該是十條細的線 所以像那樣是十條細的線 它粗的線比較強化 是你說的 應該算是 應該不能講的是電阻吧 那我剛剛可以講什麼 因為那個 它那個原因本來就是 只是因為那個材質本身 就沒辦法放那麼多電 那跟那個 但是那就是我們在講的電阻 這是一條導線 我要讓電流通過去 所收的阻力大不大 這個線不容易讓電流通 我當然路開大一點 我現在四線到的馬路 跟一條陽昌小道 哪一條路容易走車子 我當時四線到的路 車容易經過我們 所以電流通常主力小 可是陽昌小徑 兩台車要錯的那種很難錯的車的 它路就走得慢 它的主力就大 所以線的材質 假設都一樣的情況之下 直徑越大的 電子越大越小 越小 那接下來一個事情是 黃昌小線線很長跟線很短 誰的阻力比較大 線很長就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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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很長就會影響到你的電阻 所以以前我們在做個實驗 有個實驗叫做應變劑 我先寫一下 硬變劑 沒有聽過 對 你們這個年紀 聽過的話才會回 但是我現在就是先講 硬變劑 硬變劑 硬變劑什麼東西 有時候 我們的物體 它瘦了個硬 會變形 對不對 我在用力它就變形 對不對 假設這個實驗的 它不相當的是不是軟 但是用力還是會變形 同不同意 嗯 這變形好不好看 不能觀察 蛤 我現在應該是蠻好看的 觀察不到 觀察不到 那你問我好不好看 我問你 你觀察得到觀察不到 你都蠻好看的 怎麼觀察 我先把這椅子 我現在用力 我沒用力 我用力了 假設你是變形的沒有 看得到看不到 我覺得他跟你講的好看 真的很好 那變形你容易觀察 不容易觀察 所以我想要去觀察 事情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硬片器 貼在這上面 你看硬片器要量什麼 硬片器量電阻 它是要量硬片貼電 硬片器它做法很簡單 它就這樣做 這就是一張紙 你看起來像歐紙 在線進去 它就這樣 欸 我怎麼看過這個龍蝦 它就繞很多圈 一直繞 一直繞 因為那個電影裡面那個 都在貼在裡面 它繞了可能這樣 來回頭100次 線跟線直接沒有接觸 然後再把它繞進去 繞出來 好的 我這個硬片器 一拉的時候 就算可以拉一點點 是不是這100坦 都被拉到的 嗯 是不是相當的拉100倍的長度 嗯 那我們看到的道理是 我拉得越長 是不是電子會拉 嗯 它可以量到電子的改變 它那個電子改變 你可以知道 不知道變形多少 它可以量到硬片器 嗯 這超麻煩 但是你沒有那個方法 你沒有別的方法去量 你沒有別的方法去量 不能用攝影機去關照 不能用攝影機去關照 攝影機怎麼關照 你錄影機都看不到 攝影機也沒辦法關照 這個變化太強 所以電子會影響那個電線的形狀 電子會影響什麼 就是會影響那個導入的 電線的形狀影響電子 電線的形狀影響電子 電線變長了 我電線導入的那麼長 我有一個電子值 對不對 我把它拉長了 電子值會變大變小 變大 拉長有兩個現象 電線拉長除了長度變長之外 嚴格來講 它的面積變小 截面積變小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 截面積越大 電子值越 小 對不對 截面積 截面積就是那個面積啊 那個導線的粗細啊 那叫截面積嘛 好 可以消異消異 是 所以我不能夠跟它垂直濕力對不對 對 垂直濕力效果很差 很差 沒有感覺 如果這方面的變形 這個音面積量不到 所以音面積是有方向性的 音面積是有方向性的 這個方向的變形 剛剛很清楚 這個方向的變形 量不到 所以要貼兩個角度 對 沒有錯 正常量音面積要貼兩個角度 還貼兩個角度 那個線不會碰 碰在一起 線你可以讓它不要碰在一起 它音面積有多大呢 音面積比我的小指甲的指甲還小 但是小指甲的指甲一半而已 很小的音面積 那就有兩個導線借出來 每個音面積有兩個導線借出來 所以貼在材質上面 你可以貼一個90度 我貼一個90度之後 基本上我量它各方向的變形 就可以量不到 因為它是一個 一個那個 像樣像家而已 你要貼一個90度啊 另外一個音面積要剛剛貼成90度的方向 對 要貼成90度的方向 當然可以這裡 所以音面積是我們在做歐姆定義的一個應用 它量它變組織來決定它的變形大小 這是一個 你們沒有見證過 實際上可以幹嘛 就是它實際上真的作用 實際上作用是說 譬如這個飛機 它的翅膀不知道 它在什麼樣的變形之下 它可以承受得了 所以我可以先知道之後 我就知道 我現在飛機遇到什麼樣的風 我的變形有多大 那為什麼聽起來 這個變形機 會在飛機的翅膀壞掉 我現在先跑不是啊 這個音面積通常 不會在你 飛機 飛行的出去用 不是的 它是在飛機設計的時候使用的 我在設計的時候 我就先裝音面積 我這個設計 讓它音面積 有多大 車道有多大的變形量 所以我們要先讓它 電腦 我們把它這樣 讓它別的電腦去改變 音面積是改變它的電腦 對 然後我告訴你 我們先讓它電腦 把它收到一些電腦去 對 用移行改變怎麼樣 但是你知道電腦有改變之後 你就知道它變形怎麼多大 對不對 就是它變形量 就是它變形量 它變形的一個點 但是你可以透過音面去放大 變形量 你看嘛 它如果變形只有1mm 這個中間繞了100圈 是不是像它變形100mm的 它可以擴大變形效果 OK 這是我們歐姆電腦的音量 那我們來想一下 這是一個簡單的電腦 電腦系統 我 如果 把 兩個電池放在一起呢 這叫做怎麼接 串接還是電點 這叫串連 這叫串連 串連就是頭尾相接的串連 串連的好處是什麼 這就是兩面再電 增加電力 電力 電位差會增加嗎 我增加一個電池 我就相當於多了1.5伏特 我再多一個電池 又增加1.5伏特 所以從這邊到這邊 我的電增加多少 3伏特 增加3伏特 也就是說這邊的電流出來呢 它更有能力做功能 那那個串連 要在串連幹嘛用 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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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可以供電 這邊也可以供電 假設有需要一安倍的電 我是不是可以這邊供 0.5安倍 這邊供 我這邊供0.5安倍 鐵串連 那我可不可以放90度角 讓它兩個願望一次 不可 它是陷的 它陷的 它陷的 所以 那这样怎么接线 那线链一个 线链从来没空 就这边两边接接嘛 那不就是串链 那不就并脸 并脸 你懂意思吗 他的说法是我线从这两边接出来 我现在从这边接出来 这算串链还是并脸 并脸啊 这跟我这样接有什么不一样 没事啊 差刚才可以 他是电池分开放而已 对吧 不会说我应该这样放久速度 他就要有并串点 不会 那不是 他说你说那两个接线 他应该就是 他应该就是0.5位 不是说 他在韩国那儿就没有 全部都跑到他 他都会一顶不扯 对 刚刚说就跑到那个 一起 最后一起连到他那个大的天线 是 那就没这样做 没有啊 还是一点我不知道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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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他就是 对 对 他就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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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他 他 他 這邊本來是一杯冰水 100克 然後換臉的話是這樣子 所以我還在這邊加10克的 然後在這邊再加10克 所以布萊當然是120克 那我病臉來講的話 我的病臉進來之後 分成這樣子 然後這邊加10 這邊加10 可是 一樣是 可是加10完之後 一樣是這樣子 20分是10 欸不對不對 110分是10 110分是10 大 OK 一樣是這樣子 很類似 OK 對 謝謝 那這樣解釋 你有比較欺負一點點嗎 我幫你解釋一下 好 那意思說 假設每個電池 在做一件事情 在做丟一點鹽巴給他 丟10克的鹽巴 我的水 乾淨的水丟過的電池 我就增加了一件鹽巴 我就增加給你做 我串點的意思說 這邊加一次鹽巴 再加一次鹽巴 所以濃度 濃度比較高 我在這邊呢 不管 這幾年 我走上面 就加一次 走下面就加一次 所以我吃完了 濃度只有原來的一倍而已 就只一倍 這兩倍的濃度 就是一倍的濃度 可是為什麼它不是從 它會 分開兩種層 它們回在一起 但是回在一起的水量 是增加多少 不足只114克就是10 如果多都加10嗎 上下都加10 上下都加10 這個 我要想個東西 濃度應該 不會這樣吧 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 然後 這邊應該是 好 我們不要用濃度解釋 那我再解釋一下 那我再給我一次機會 試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是讓 電壓中 我們所謂的這個 重力系統 相近 為能 我們講是為能相近 所以我們就為能來解釋它 我剛剛解釋過 上一團給我解釋過 一個電子 就好像是一個升降機 它還提到一個高度 讓你具有一個為能 同不容易 所以兩個電子 具有兩個升降機 所以我現在有 有一個樓 這邊有一個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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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超噁心的 這到三樓 所以呢 穿一點第一次是我先坐電梯 從一樓到二樓 再從二樓到三樓 我是坐兩次電梯 我的能量 一個人 在這邊 具有的能量是兩層樓的位置 對不對 我現在呢 有一個人 他從這個電梯上去 他從另外一個人 從這個電梯上去 這兩個人 都具有幾層樓的 幾層樓 一層樓 加起來有兩層樓的電力 不不不 我上次這樣講 他具有一層樓的能量 所以假設我們說 這邊有個木頭 有個牆 這個牆 必須兩層樓才跳得過的話 這個人跳下去會不會破 不會 這個人跳下去會不會破 不會破 不會破 這個人跳下去會不會破 因為他具有比較大的做工的能力 因為他的電壓比較強 我懂了 有一次要塞很多顆進去 有些就是放兩顆 可是放兩顆的就是 病連 然後塞三顆進去的就是串連 不一定 不一定 有大部分 當你現在看到電器用力 都是串連 很少叫做病連 當中叫串連 那為什麼他可以兩顆放這樣 然後是 沒有 他是用線的方向而已 對 他兩個電子 通常一個做法 可以看到你的電子 一定是這樣 那先是這樣接的 對 那這邊一條線接在一起而已 所以這是什麼 這算串連的病連 從發拉開來就是串連 對 串連 他還是KO線接 對 然後呢 這個為什麼電壓沒有增加 你看 這兩個同時做電力上來 他們的電壓 做工能能力有增加嗎 沒有 我先手一起 放下車 你覺得有辦法 你就會破掉 不一定 手牽手 一起上特殊 不一定 你想想看 但是 但是你講的東西是 這時候 對 都等重 等重 等重 然後一直加到 不一定 不一定 這個樓都等到 好 試試看 它的 要看它的速度功能 速度功能是等於FV 我現在講 你們還有一種 力量跟速度很差 好 它這層樓 這邊的末數跟這兩層樓 的末數哪個比較差 哦 沒事我懂 它的末數比較強 就是它一個人 跑到這邊 它掉下來的能量 所以 所以照理 來講話 病連還是會增加 怎麼樣 還是會增加電力 不會增加電力 不會增加電力 它增加電量 不會增加電力 因為 這兩條導線 這兩條導線 你限制它的 數量 也就是說 我現在導線 因為這個東西 我只說類比 沒有 絕對等於 這個情況下 我可以跳一個人下來 像一樣美 我做過兩個電子 分開之後 我每個電子 分別又分美 假設你被你在這系統來講 我只能動用一個人跳下來 你從這邊上去一個人 從這邊上去一個人 那我直接買線的一半 再跳下來 所以我跳下來 是一個人 懂你意思嗎 我並沒有辦法講 因為這電子 這線的寬度關係 這線的限制關係 我可能是一安培 我就是一安培的電在流浪 所以我分開了兩個電池 他每個電池給他的 就只有0.8米 能給0.8米出來 假設每個電都給一安培 出來就變幾安培 所以就變幾安培 所以我沒有那麼大的電流量 我沒有辦法承認那麼大電流量 所以會壞一點 簡單來講 是因為我無定義 我的電子是固定的 我們剛剛講 電壓球上電流 就等於電子 或者你電壓球上電子 也會帶一個固定電流 我先撇開這個東西看的時候 我這個電壓是不是固定的 我這邊的電阻 是不是也存在 我是不是產生一個電流 我再加一個電池 或是產生另外一個電流 所以這兩個電流是 不是 所以他一起向神明求助 不是不是 不是 哈哈哈哈 你稍微幫了一個 舞蹈搞 我不是耶穌 沒有沒有 我在想這樣 假設 這差別在哪裡 這差別是假設我就是用兩個電池 我們看一下 我兩個電池 串連的時候 這邊是三伏特的電子 對不對 三伏特的電呢 假設我的電子是幽母 我這邊可以產生多少電流 三倍 三倍 好 那我現在換成串連 串連電流 好 換成B連的電池 這邊幾安倍 這邊幾不特 1.5 1.5 1.5 我撇開這個看的時候 這個線是導通的嗎 1.5的狀態 1.5 歐姆上 1.5安倍 是1.5安倍 所以這條導線提供1.5安倍 這條導線提供幾安倍 也是1.5安倍 1.5安倍 這個鰀 可是這樣 這樣 變成想集 你要加 所以它本來是1 然後 又加上去 你本來是0 這樣的 這樣合和邏輯 那不合邏輯怎樣? 不能用加的 不能用加的 但它斷配掉了 所以每個點上 因為它總電壓就是 我現在跟子彭要解釋 這個點 這個點跟這個點 為什麼不是三伏特 不會討論啊 對,為什麼不是三伏特 因為它就是 沒有經過兩次加強 為什麼沒有 因為它通過是順序通過 不是順序通過 你是串聯才是順序通過 我通過它才通過它 可是我這個電 好,這樣解釋 我們用一個電時 這個電的電位變得低.5伏克 想到一個說法 好 我通過兩個電時 這個變成三伏特 重不重贏 被加了兩次嗎 好 那我現在 我現在是串聯並聯模式 這是 我從這邊過來的電 1.5 1.5對不對 1.5 我從這邊過來的電 1.5 1.5 1.5跟1.5就是1.5 它不會變成 它不會變成 它是 它沒有 它是不同的電 它是藍色的電 它是紅色的電 它只會在這邊是定排 就是一起排走出去 但這個電 具有多少能量 1.5就是1.5的能量 可是這邊不一樣是 我藍色的電在這邊變1.5伏特 我到這邊變3.5伏特的電 我紅色的電 經過它1.5 經過它變3.0 我出來的電就是3.0的能量 這邊 這個電不會經過它加成 這個電也不會經過它加成 所以它只可以加過一次的電壓 只是它們兩個 就是延長時間 延長時間消耗 所以我在整個電路上 我在整個電路上 從這邊出來是1.5伏特的電 所以你這個電壓 基本上我們的電 在沒有電子前 我們都適同等電壓 這邊電壓是1.5的 這邊電壓是1.5的 也是1.5的 因為這個電線 我們認為它沒有電阻 沒有電阻 有電阻的地方才有電阻 因為這是一個差異性比較大 事實上這邊也是有電阻 所以電阻相對非常非常的小 它相對沒有電阻 沒有電阻的情況 這個地方有沒有 有沒有手的電位差 怎麼看呢 你看這邊 你電阻是0 是不是電位是0 對不對 你這個分數 你這個分數要成立的話 當R如果是0的時候 我是電流是0還是電阻 R 是哪個是0 什麼都可以 你電流可以是0嗎 不合理而已 因為流是0 因為流是0的話不會等於R是0 一個 你們懂意思嗎 一個分數 只是沒有意義 有的 你知道嗎 他那個平常是0 就在交流的時候 他有高速的時候中風不可能 我現在問你喔 假設等次我剛才7等於0 你可以得到什麼結果 A B B 其中一個 對0 A等於0 或B等於0 這樣 那你們要再問你 怎麼說一條老師 是這樣的解法 因為A等於0 0的話 B 我想起來 A A不會等於0 A不會等於0 A可以等於0 可是 因為A等於0的時候 B是幾 都不會動到C 所以不用管 B是幾 可是這樣的等式就沒有 E可以是答案嗎 E可以是答案嗎 E 所以A把它定義為 不能等於0 所以A不能等於1嗎 是沒有E而已 沒有E就不會是答案啊 對啦 所以講 你要那個B 除以I等 對阿 因為那個B 落進R是0 假設我現在雜誌 我先選 I是0 好 那加上那個B 是個分別的錯誤 那個B 我現在問你嘛 I等於B等於R 如果R是0的時候呢 我就想說 我說我說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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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先看一下 這個講 可能也許 跟現在三個沒有關係 但是還是有影響 因為這是數學的部分 你們可以聽一下 Y過去 Y等於B等 R 就0.0 對 所以 B 一定要等於0 如果說0的話 對 沒有 影響 這個數字 一定是0 這個數字 一定是0 還是0 B怎麼樣都一定等是0 V怎麼樣都可以 對嗎 B要緊了 I是什麼都可以 所以 所以重點是 我們要得到一個 明確的東西 你如果是無限多數解 那就是沒有解的意思 就沒有意義了 你如果是無限多數解 它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 你做假 因為打到的多 看到嗎 你如果是 V等於0 很確定 它就是等於0 但是V等於0 那哪個數字 這個等式會成立嗎 V不等於0 R等於0 會成立嗎 不會 對啊 所以 R等於0 你圍的結果是V等於0 我不管你I等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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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能告訴我 R等 我是不是故意說 R等於0的情況之下 會得到什麼結果 得到結果就是V等於0 嗯哼 我想 你不會得到一個結果 I等於0 I 不管 我不管I等於什麼 I不重要 本領的個都是吧 不成立 可是 因為 打色A為 好 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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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你一定不睡覺 但是我們不要再討論 好不好 我大概知道 我 走這 OK 好了 回來 沒有 沒有錯 R等於0 啊 嘿嘿嘿嘿 同學 OK 幹怎麼樣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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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R等於0 這部分 基本上我們認定它 因為導線的電子很小 但是它是0的導電阻 所以你的電阻來講 這邊沒有電位差 這電流過來是基本上不流 不會消耗能量 你如果用一個系統來看的話 就相當於說 我這個水流出來的時候 我如果這樣這樣流下來 留到地板 我是不是水的能量消耗掉了 對 所以能量消耗掉 那我們說這個消耗的部分呢 是整個過程的消耗 但這個系統呢 有點像這樣子 有點像我這邊的水管是平的 到電子這邊突然掉下來 掉下來 掉下來平的 然後掉下去都在平的 流回去 平的 那流回去之後呢 我這邊再用一個馬達 把它打回來這邊 喔馬達在哪裡 馬達在這裡 沒有 那個上面那個對立 馬達在補電斜 喔 水在流動的時候呢 是這樣 我在這邊 沒有消耗能量 我到電阻這一塊 可以消耗能量 到平的地方 沒有消耗能量 沒有 平的地方沒有消耗能量 到馬達之後 馬達給這個水 增加什麼 增加裡面很難的 這樣懂意思嗎 有 那我有加兩馬達 我說你打到兩倍的高度 我說你打到兩倍的高度 喔 是這樣子 我可以做的功率更多了 可是我這邊是 一個馬達 我打的高度一致 就算我有兩層頭的高度 我打不上去啊 欸小異馬達可以串連嗎 就是我用這馬達 來集中那個馬達 你可以打兩次馬達就好了 可以可以 所以 所有東西不在課堂上 我們可以試一下討論 好不好 好 OK 所以我們現在在串領 對定點 有一點點概念了嘛 有一點概念了嗎 有一點概念了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個事情 看一個電路系統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這邊看一下 這邊有概念了 這個電路系統 新電圖剪下兩個 我就要兩個電圖 八二十 為什麼我有兩個電圖 我可以加兩個電圖嗎 你怎麼加 我去把它接在一起 哦 接什麼東西 這個也是兩個電圖 等一下 電圖是可以放上去的 我聽不懂 再講一遍 你不是說你再接一個電圖上去 所以 那東西是可以 我發一個三角形來上去 對 差不多 欸 電圖是一個類似 來 好想到不好 不要看 一照鏈上 電圖 你可以想像 這是一條導線 這邊是鐵線 這是一個導線 導線的中間 我給它加一個很複雜的 外星扭霸的形狀 讓它墊很難過去 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要增加電圖 就是要增加電圖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有些系統 有些燈泡 譬如有些燈泡 它不能接到大電流 我就不用靠電圖去降低電流 為什麼不能大電流 像LED它就不能大電流 大電流就燒掉了 就燒掉了 它不能接到大電流 所以它必須用小電流 那小電流怎麼組成它變小電流 我們剛剛有學過這個式子對不對 V3i等於R 這是歐姆兵力對不對 同道理 V3r等於I 這只是兩個對調音 等一下車位我有問 你說 那個電阻 假如正常LED的電阻 就是放一顆電子 如果我串點兩個電子 放在那個LED 就燒壞了 就燒壞了 我知道了 所以你的電阻 變大的情況之下 電流變小 變小 電流變小 非常好 所以我為了讓 我的LED 真的不要燒壞 我就把電圖加大 把電線中的電圖加大 讓電流變小 它就不會燒壞了 好 那 我們這個電 所以你可以這樣懂 這是一個導的一個電阻 我把電阻兩個頭 這邊接在一起 是不是像是串接的 就是串連 對吧 對 OK 好 老實說我用右眼看的不是很清楚 那你用左眼 那我現在把這個串接在一起的話 請問一下我這個導線上的電阻變多大 總電阻 總電阻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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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加一個電阻 加一個電阻 我就增加 幅度就加大 所以我的總電阻 就等於R1加R2 這個問題 就相加了 哦 有沒有問題 不是R1加R1 對 R2 對啊 啊什麼 沒事沒事沒事 看你低能耳 R1加V3 這個電阻 總電阻兩個相加 這問題 中間問題 沒有問題 他經過兩次阻力嘛 好 你有問題 沒有問題 來我用來看一下 A3鍵 那假設呢 假設會把兩個電阻 不知道 做我比別的怎麼樣 OK 應該就是 就是只有一個線圖 我認為只有一個電圖 什麼意思只有一個電圖 就是說他可能只有如果像R 如果R1等R2的話 如果R1等R2的話 明明他的電圖可能 他的電圖就等 就等R1 那如果R5等 他等於算數平均 算數平均 我們來想一下 坐好 從這邊來看的話 我想這個電圖是V 這中間的電圖是多少 I會等於什麼 I會等於 1加2 R2 加 R1加R4 R分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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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這個做法 你可以想像一下 他很像什麼 他其實可以想像成這樣子 這是一不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吧 一樣的東西 在現實生活中 你可以說這是一個電池 我把它接一條線 經過這裡 另外一邊 融線接一條線 經過融線 這裡叫病點 蛤? 那不是哪個電池嗎? 對,同一顆電池 給我這個電阻用 給同學那個電阻用 這是電阻病點 這是電阻病點 也沒有說 電阻病點 以後這個電池 會比較容易用到沒電 比較 比較容易用到沒電 因為同時用兩個 同時用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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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看一下 牛上面的 假設這是R1 這是R2 這個電流多少 V分之V分之V 對,是R1分之V R1分之V 對 真的I1 I2 R2分之V I是電流多少 I3分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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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流多少 R2分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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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 老師,你問一下 我這個電流是這樣子流 仔細看 我這邊的電流是這樣子流 欸 就這個電池的這一段來看的話 它有多少電池率 欸 欸 應該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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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上面這個電流 這個藍色電流多大 I1 I1 I1是指 R1分之B 這個同意 到問點同一同意 紅色電流是I2 是R2分之B 嗯 那我正極這邊同時間是不是留了 藍色電流和紅色電流出去 所以這邊留了多少電流出去 I1加I2 I1加I2 是不是 對這個電池來講 對這個電池來講 它流出的電池就是I1加I2 有一點 了解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看這個電池 同時間給我做工 同時間給龍圈做工 他們同時間要供給兩個電 供應更多的電出去 同時間供了白色的電出去 同時間供了紅色的電出去 同時間供了紅色的電出去 所以他同時間做兩個事情 我都沒有錯 沒有錯 我們再把整套去寫下去 這是R1分之D 這是R2分之D 對不對 我們可以公分 可以 從車去R1分之D 這邊R1 R2分之什麼 R1加R2 R1加R2 R2分之D 正問題 確定沒問題 確定沒問題 都確定沒問題 簡單來說 這邊成了R2 這邊要成了R2 對不對 紅色的 這邊成了R1 就是成了R1 所以分母就放在這裡 沒有變母 分子相加是R1B加上R2B 對 R1B提出來是R1加R2分之D R1加R2乘上B 沒有 這樣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問題 好 你看喔 I 這邊有這個東西成了V 對不對 我們看到什麼東西 覺得有點相近的東西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在這個式子上 i等於什麼東西 V 看到沒有 R1B 所以可以說這東西是什麼 R 再想聽 R分之1 R分之1 這東西是不是就是R分之1 R分之1 有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我把東西改寫喔 是不是把這個I先乘上來 V等什麼 I R 對不對 然後我這邊只要留個I 所以就把R除去 V乘上R分之1 等於I 對不對 所以這瓜五的東西 這瓜五的東西就是R分之1 那這R分之1是什麼 簡單來講就是 這個系統的 相當於這邊我放了一個 放了一個很特別的電阻 這電阻值 這電阻值大的有多少 就是少數 這個是少數 這等於什麼 R1加R2分之1 R1R2 跟你們剛剛想的2分之1 怎麼一樣 對啊 其實是一樣的 簡單來講如果R1 沒有R2的話 這等於什麼 看一看 算幾不得刺 這等於什麼 如果R1跟R2 R的2是3分之 R R寫2 對不對 然後重現 2分之R R R 對 對 是你剛剛講的 甚至是比例數 但是它不就是比例數 出現而已嗎 但是我這個樣子寫的話 是使用於任何的電阻都可以用 假設 簡單來講 假設我這個R1 等於100Ω R2等於100Ω 200Ω 那相當的 你這裡面其實是多少 電阻 300Ω 是不是你可以算一下 變什麼 變成是 100加200% 100×200 是等於300Ω 多少 200 200 靠一樣 3分之200 OK 這就是結果 3分之200怎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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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想一下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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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數字 對 就是一個數字 沒有意義 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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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這個東西可以算到說 我目前 這個系統 假設你現在這個系統 跟別人做病臉的話 或串臉的話 你需要知道現在 大概有多少電壓 或電阻 你大概需要這邊 我們電阻多少 我們需要在這邊算出來 那這個東西相當於是 相當於是 它真正的電阻 雖然它是一個 100跟200串 但是你現在算到 3分之200 相當於是 100跟200串 在病臉之後的總電阻 所以總電阻 在病臉的時候 不能直接相加 這邊你不用知道怎麼算 這高度會再講一遍 但是你今天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這個樣子 它的總電阻 不是只有相加 串臉可以相加 病臉不能相加 OK 有問題 沒問題 我現在剛發了一張單輯 還沒拿到兩小時 我沒拿到 你拿到 接送後面 就會有點小 然後我們也要 很小 你不要講 谢谢大家